在现代,影视剧里的特种部队都是很魏武雄猛,他们各个训练精良,可谓是精英战士中的精英。 国外的特种兵更是威猛,想起杰森演的特种部队,大家都狂热之。 其实,小兵想要告诉你的是三国时代,魅蜀吴都有自己的特种兵,而又以曹魏的特种部队最为强悍。 这点,在史书《三国志》和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都有描述。 从镇金舟,追刘备于长坂,获起二女,资重,收起三绿,金娇将令。 以前在《三国演义》里看到曹操的五千铁骑,把刘皇叔追得如仿家之犬时,总一眼带过。 但《三国志》和魏叔才明白,这支被孔宁称为强怒之末的部队,就是曹操最敬锐的虎包骑,也是三国时代最强悍的一支特种部队。 三国演义的基本精神,是宋刘扁桃,自然对曹操令人闻风丧胆的虎包骑之字不齐。 不过,魏叔和三国志,都对这支特种部队的攻坚,分析和战斗能力高度暂时。 纯所督虎包骑,皆天下相依畏,又列铁骑五千为石虫城,金光耀玉,飞翼证据。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,曹操率领的虎包骑,是何等强悍。 三国演义中孔明说,他们是强怒之末,而在正史里,正是这支强怒之末,杀得欧瓜中老是崇拜的硫黄书,差点全知覆没,要不是关羽及时赶到,历史恐怕就将该写了。 先不妨从正史里看看虎包骑的特赫战。 纪,建安九年公元204年,在南皮之战中,虎包骑战杀了元坛。 建安十二年,曹操被征乌环时,纯步骑或缠与手机,其千里奔袭的能力可见一斑。 建安十三年,超板火之战击破刘备。 建安十六年,曹操征马超时出战的又是虎包骑,乃众虎骑家鸡,大破支,展成仪,离开的。 建安二十三年,虎包骑在下边击破张飞和吴兰曹操,几乎会在每场战役的最关线,或者最危急时候,投入各种部队参战,并能扭转乾坤。 三国演义里说,能打破马超西凉铁骑,是靠曹操军转步兵青州军的顽强战斗,并且拖住了马超军队,这是根据三国之而写。 青州军的确来虎骑家鸡赢得了时间,但从根本上说,还是虎包骑超强的战斗力决定的。 大破之余,还能断上二将。 据实在,马超能以一周之力对抗曹操为全国,靠的就是西凉铁骑,促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。 超军中都高低深目者,说明马超的部队有新来的一族军人。 打败这样的军队,固然跟曹操的战略战术有关,但与虎包骑强大的突击能力,也是分不开的。 正实里说,曹操的这支特种部队,分虎骑银和豹骑银,两营的最高长官,以及大小头目捐暗武艺,聚谋,战略战术等实力定夺。 当然,一把手都是由曹操最信任,也是最中心的曹市将领战略,从曹真,曹修到曹淳,曹操从不让特种部队。 在指挥权外落,尾书上说,古包骑最后一位司令曹操死后,曹操召开会议讨论最高长官的人选,大伙都知道曹操的德性,于是,就七嘴八舌的,在曹市将领中议论人选。 曹操参了看被推选的几个人,皱起了眉头。 最后,见没人推举自己,曹操干脆直输几件,曹操的才干有几个能比的呀。 难道我就不能当特种部队的司令? 于是,曹成像被文武百官拥戴兼任虎包骑,都统治得死犯三国之不难发现。 三国十七个霸一方的诸侯,都建立了自己的特种部队,但兼任这支部队一把守的仅为曹操一人而已。 从这一点看,曹操不仅是一位能兵善战的军事家,更是一个生性多疑,对谁也不放心的主。 而且便能 UK的未来解决,相分越使用urate passed,以此此它已经去除了队的头发现。 どう考虎可以怎么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